啊哈娘子 到了我们点菜的时间了 快 给菜谱拿来 给 不不期待 看看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 昨天花了多少钱 昨天总共花了53 好贵哦 有虾 虾比较贵 我感觉比外面吃 快看看今天吃什么 争取点个便宜的 我心疼我的钱了 干扁冬笋 油酥菜球 双冬炒油菜 这便宜 全是素菜呀 看我想啥来啥 那就 双冬炒油菜 好嘞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道菜 第一 第二本书 来 见证奇迹 第二道菜是什么 什么 这有个小舅舅是不是你噎的 真不是 你是不是昨天前花招了 你噎的 你噎的 真不是 三万粥 要不 三万粥啊 红薯粥 香蕉粥 枸杞 枸杞 蒸葡萄 糯米红枣粥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 吃了可就难了 来吧 想想吧 我们今天晚上喝什么 看看它哪个的功能比较适合我 我现在有点活大 今天晚上不用吃米饭了 就喝粥了 那就香蕉粥吧 哈哈哈哈 希望它可以补气 因为我现在在生 香蕉粥是吧 哈哈哈哈 好嘞 今天这个菜倒是挺简单的 就是这个冬笋 我买毁了 我跑了有五家的生鲜超市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冬笋 但是还是坏的 看这 都已经烂了 这个是唯独的尖 就这么一点是好的 坏成这个样子了 里面都长毛了 最后好的就这么一点的 完了 千万发现还是吃不了 还是坏的 哎呀 六块八毛钱 白花了 爸爸 我们今天只能吃单冬了 不能吃双冬了 我买那根冬笋全部坏了 一口都吃不了 钱白花了 我今天给你来个香菇油菜吧 哈哈哈哈 那要什么菜脱 我买了 我是在用心的做 但是没有做成 这是失败的一次 接受 这个粥马上好了 菜谱上写的是用糯米 但是糯米得提前爆发 我就用到白米 现在把香蕉下进去 再让它煮上五分钟 来吧 吃饭吧 哈哈哈哈 不是你今天要了一个菜 我给你做俩菜 我要俩菜 你那是是米饭啊 哈哈 我怕我吃不饱 我特意加了一个菜 火山下雪 我能说实话吗 哈哈 一股臭脚鸭的味 哪个呀 不能 那是香蕉味 怎么可能一股臭脚鸭的味 臭脚鸭的味 你喝一口尝尝 我不要 我还是先吃 好吃的 好吃吧 是吧 鹽放多了 我就知道是一个菜 我故意多放点鹽 让你下饭的 哈哈哈哈 对呀 就一道菜嘛 放咸点 下饭 哈哈 哈哈 感谢观看